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俄乌战争第41天 俄军在基辅周边的布查地区 犯下残忍暴行 竟然滥杀平民 有数以千计的民众遇害 甚至遭到肢解折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斥 俄军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 对人比对待动物还要差 没想到俄罗斯竟然否认 还反咬乌军是自导自演 说那些死者是活人演员冒充的 但是这两天曝光的照片或影片 任何人看到都不会相信那是造假 反而是俄军说 马利波有多名乌克兰的海军陆战队投降 被抓包影片造假 因为制服装备等都不对 俄军打不赢就造假 就残杀平民泄愤吗 这些令人法指的暴行 拜登说普丁是战犯 应该以战争罪审判 英国认为俄罗斯 没有资格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得法则是驱逐俄国的外交官 而最新的战况 俄军持续被乌军打爆 俄国海军上将级的护卫舰前天在黑海 被乌军飞弹击中 船舰严重的损毁 乌军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打中这艘护卫舰呢 还有乌军又打中了俄军的车队 引发剧烈的爆炸 这次乌军又是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呢 还有乌军昨天首度击落造架 14亿的S35战机 让外界嘖嘖称奇 前天是俄军的苏34战机的外挂邮箱 竟然掉落地面 有多名乌军的士兵 开心地把它当成香蕉船坐在上头 那为什么油箱会掉落 那战机没油不就掉下来了 俄国空军如同陆军一样落残吗 为什么俄军的行动一直出状况 原因出在哪里 连整组的飞弹系统都能被乌军捡走 而之前传出俄军使用二战的步枪 现在有影片为证了 俄军的物资到底缺到什么样的程度 需要阿兵哥得去吃狗肉 油罐车竟然用树木绑在车身防弹 这不是添加柴火吗 俄乌战争最新发展 节目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来的兵 首先是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将军 仲敬好 大家好 再来是军事专家宋玉宁 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敏宽 仲敬好 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仲敬好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新北市员叶元芝 仲敬好 大家好 私人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再是私人媒体员王瑞德 大家好 大家好 先来关心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到小镇布查 看到俄军残杀自己的人民 忍不住哽咽 他说俄国所作所为 就是大屠杀 犯下种族灭绝罪 男子哭到全身无力 只能弹坐在一旁 因为他的弟弟失踪多日 疑似被弃至在这处乱葬纲 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近郊 小镇布查遭俄军围攻 老百姓食痕遍野 宛如人间炼狱 而末日景色摆在眼前 俄房却说这些都是假消息 东南部港督马里乌普尔 美丽的街道早已被俄军打得不成形 平民尸体来不及掩埋 盖着外套战士放在路旁 幸存的民众拿起铲子安葬邻居 媒体来到现场采访 整段路程爆炸宣布绝于耳 日中心剧院屋顶烧得焦黑 多地住宅建筑整片墙壁 被俄军炸到坍塌 还住在这的人没水没电 提空瓶子装水路上 还要小心炮火不长眼 用难民家没了 要吃东西只能就地生活煮饭 回头土脸击床碌碌 勉强苦中作乐 乌军在多地虽然重新夺回阵营 但俄军边走边埋地雷 乌军派出犬肢协助除雷 基辅市长呼吁 为确保安全建议居民先不要返回家园 好 我们看到俄军的暴行 惹怒欧洲以及全世界 为什么凶残至此呢 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幸存者就说了 俄军在他们家门口就埋涉地雷 那民众不知道一出门就被炸飞 从这个照片当中可以看出 很明显的地雷是已经引爆了 那面对这么的惨无人道的这种作为 我们看到俄罗斯竟然说是遭到抹黑 竟然反控乌国是自导自演 说那些死者是活人演员冒充的 来 宽哥 为什么我们看到俄罗斯竟然做到这种 人神共分的地步 这两天全世界炸锅 我那天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气到眼泪差点要流下来 这两天就在基辅的一个北方 小城镇叫布查 这个城镇不大 但是他位居一个战略的一个要地 俄罗斯在这个军人 恶行庆竹难书 先说跪着 反手绑 眼睛蒙起来 行形式的一个枪杀 俄军来到这个地方 你自己打不赢人家 你可以做出这种事来 然后沿路现在完全都不守五德 甚至于更甚而知 我们今天这个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先说这个是在一般平民的家门口 一般平民的一个家门口 这个叫做穷凶恶级 为什么呢 他们在人家的门口埋地雷 现在这个埋这个地雷先说 这个是大型的 各位去想 一个水泥地的地 上面的柏油全部都炸开 如果是人炸到的话 尸体还在吗 那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子呢 没军 没粮 没军技 这个军队完全没有接受 任何的一个教育 但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乌克兰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并不是说没有反击 还在持续反击当中 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战功 这个叫做艾森上将号 这一台一直在欧德莎的外面 一直在发射飞弹当中 但是这一次 整个俄罗斯很奇怪 他们的军队 有空优 他们的军队有海军的一个优势 但飞机一台一台的被打下来 战舰一台一台的被击沉 这一艘140亿造价 这140亿台币 俄国的军舰已经被击沉了 所以现在还在持续的反击当中 但 我说现在 这个民族之间的一个仇恨 已经埋上了 各位还记得吗 开打的前一周 前两周 很多的俄罗斯人去投降 给他们衣服穿 给他们东西吃 给他们茶喝 还有人说这个只是一个孩子 可是各位 经过一个多月之后 打到现在 已经完全都没有人性 打到现在 这个布查查案 从4月2号开始到今天 美国 欧洲全世界纷纷炸锅 怎么可以军人去做出这种事来 当然现在俄罗斯他一推256 可是呢 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认知作战的一个地步 认知作战这是最新的 先来说这个是演戏啊 俄罗斯现在居然还拍出片子就说 他们其实在这个马力波已经获得大胜 然后就传出这个带子 这个带子出来是所有的乌军 请各位注意哦 这些人你也分不清楚 他们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人 两边本来就是同一民族 穿着整个乌克兰的一个制服 然后呢举手投降 请各位注意 这个完全都是演戏 那才是真的演戏 对这个完全都是演戏 但布查这件事情 现在全世界炸了锅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欧洲 已经要撤回大使了 然后现在呢 波兰吉利在呼喊当中 这一波的制裁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呢 俄罗斯来到这个地方 完全不守武德 老弱妇如全杀 而且之前还做了很多 伤天害理的事啊 是的确我们看到 俄军是打不过乌克兰 就杀人泄愤吗 这件事恐怕很难善聊 来自瑞德哥 包括欧美 是不是可能会加大军援 国际制裁也会升级啊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 乌军也的确是 正把俄军打爆 竟然连他的护卫舰 在黑海上 都能够把他击中 这一次那么俄罗斯的士兵啊 在乌克兰的国境内所犯下的 杀害平民的这个罪行啊 不细说那整个犯罪的过程啊 因为尺度的问题啊 那么各位直接到网络上面去找就知道 他们做了太多太多 那么身为人类 尤其在21世纪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之前那么欧盟啊 因为自己本身地理环境的关系啊 他的制裁力道没有像美国这么大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 全世界最强调人权 事实上是欧盟 所以这一次呢 俄罗斯踩到了 包括欧盟在内的 包括美国在内所有人的底线 他在这个杀害 目前知道的 单单这个基辅外围不查 这些地方呢 是410个人嘛 那如果要加上马力波 这些很多地方 甚至于在杀死的女性 杀死的女性的这个尸体上面 还故意烙印那个纳税的那个标志啊 想要嫁祸给亚述营等等啊 那么他们还不承认 不承认的原因是因为他说 他们在这个撤离不查的时候呢 街道上哪里呢 没有这些尸体 结果刚刚那么包括卫星 这些卫星公司调出之前的 所有的不查上面的卫星照片 有卫星照片 证实那么事实上 在恶军在的时候 这些人这些尸体 就已经在这个不查的街上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一切都是你干的 你干的还不承认 你还做出这样子 伤天害理令人发指的事情 他们因为残杀平民啊 从进来了以后 普丁那时候说 他们绝对不会残杀平民 结果没想到 他们的飞弹啊火箭啊 大炮的坦克 记不记得那个坦克 针对一个慢慢走的老人家 突然间朝他开了三轰啊 为什么 不懂 不懂 为什么 只有一部电影里面的情节 里面的那个 等于说啊 那个禽兽般的人种叫半兽人 魔戒里面的 半兽人 可以解释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刚刚主持人问到说 那么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 刚好 让以美国为主的 这些西方的国家 讲究人权为主的西方国家 找到了以一个更升高 他相关军援的一个好理由 你知道吗 美国刚刚宣布 宣布什么呢 之前 在昨天以前 不是已经把这个几千枚的标枪 几百枚的赤针飞弹 还有上百架的这个 弹簧刀的攻击自杀五人机 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送进去了 包括波兰在内 要要要要那个 送进乌克兰 送进乌克兰嘛 现在直接升高 升高到什么 美国愿意提供 远距离的防空系统 各位要知道 当远距离的防空 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提供的 我现在不知道他提供的是什么 远距离的防空系统 可不是之前说的 是在什么苏联时代 东德时代的那个SA8 你知道吗 老旧的那个 那个算近距离的而已 近距离跟中距离的而已 他所谓的远距离 他们现在包括北约秘书长 都不再告诉你 他们要提供什么东西 这更可怕 这更可怕 为什么呢 表示他提供的这个军援 又往上升了一级 你知道吗 然后你俄罗斯 因为犯下这样的一个罪行 你这边叫叫叫跳跳跳 美国吃定 你不敢丢核子武器了 讲白了啦 如果你敢丢的话 我讲真的 那普丁真的可能就下台 或者被干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美国现在直接提升 除此之外呢 那么包括 今天不是有一个 这个埃森海军上将号 又被打掉了吗 四千公盾呢 因为从黑海舰队 直接发射飞弹 然后去打这个乌克兰的嘛 这一艘又被干掉 这是必可复考跟另外一个 那个所谓的战斗登陆舰 那个坦克登陆舰等等啊 第三艘比较大型的 而且有杀杀力 可以发射飞弹的嘛 也被干掉了 到现在怎么干掉的不知道 对啊 我相信绝对不是用普通的 近距离短程飞弹 可以干掉的嘛 对 那应该是 应该是反舰飞弹打到的嘛 但是乌克兰现在 都不讲 为什么呢 因为表示 欧美的这个资源的武器 升级了 而他现在最主要 当他的远距离的 这个防空飞弹升级 我们不知道是爱国者 飞弹还是什么飞弹 但是我告诉你 当这个升级的东西 进来了以后呢 那么包括 之前不是刚击毁一个 价值14亿3000多万的 这个苏凯35嘛 对 然后呢 那么苏凯35啊 苏凯34的邮箱被打掉 也不知道到底 为什么会降落到那个地方嘛 可是之前用什么东西打 我不知道 但之后 本来就没有支空权的 俄罗斯更危险啊 为什么 你的飞机 你的支撑机更危险 因为你所面临 面对的东西啊 是完全不输你 什么S300 S400的 这些防空飞弹 这些东西 更一样可怕 甚至于更可怕的东西啊 你不知道 你面对的是什么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远程炮火 他现在美国也支持了 以之前 美国可没有支持 所谓的远程炮火 远程炮火 这个很多 很多东西 可以去想象 所以现在军援升级 有可能就是那种 是大炮 还是自走炮 你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现在从防御 变成攻击东西的 你知道吗 之前提供的 还是比较防御的 虽然刺针跟这个 标枪飞弹啊 防空跟这个 反坦克 问题是都是短距离的 短距离讲难听一点 就是毕竟冒生命的危险 是发射这些飞弹啊 现在所提供的这些 包括远程的这个防空飞弹 跟所谓的远程炮火 远程炮火 刚刚讲过了 是大炮呢 还是是M乖乖乖乖呢 还是这个等于说 自走炮 你不知道 因为他不告诉你 还有一个海岸防御系统 哦 这有意思了 为什么 本来现在奥德萨 最近不是连续七次 被俄罗斯的飞弹打 对不对 显然奥德萨是 那么俄罗斯 很想把它拿下一块 因为拿下来以后 整个乌克兰 在黑海大概就叽叽了 他在亚述海 这边已经完蛋了 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 还有黑海这一块 那现在如果有这个 所谓的海岸防御系统 过来的话 那战局可能又逆转 所以呢 你因为残杀平民 所以你提供了美国 升高我军援的一个 等于说机会跟理由 很简单 因为你这样子屠杀平民 那个惨不忍睹 对美国人来讲 对这个欧盟来讲 他们不能接受 这样的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澳洲 直接把装甲运兵车上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包括德国 德国本来是很懦弱的 结果这一次 现在马上也改了 现在包括乌克兰 德国本来还在犹豫 东江你知道我统计了一下 为什么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可以讲说 现在他们的这个 反坦克武器 对不对 是十比一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统计一下 现在全世界 包括军援跟麦 因为欧克兰 用欧盟支援 他们的十亿欧元 大概三百多亿台币 跟德国买了五千一百具的反坦克武器 加上这五千一百具 那个反坦克武器 单单反坦克武器 卖的跟送的总共四万五千一百枚 四万五千一百枚是什么概念 我问你 俄罗斯有那么多的坦克 那么多的装甲运兵 没有 但是你的部队 你的卡车 你的碉堡 还是你的建筑物 我都可以拿来打你 你知道吗 所以俄罗斯自以为自己好像 这个我威胁一下西方 然后我把 我把伸出去的拳头 已经美丽的拳头 围不了基辅的拳头 缩回来 然后去打乌冬 他现在把重兵还围在卡可夫 他没有退 第二大成他还想打下来 然后他现在已经征兵了 大概有十几万的新兵 然后会不会派到 他们都说不会派新兵来 他也曾经说过 不会派一无一来 所以俄罗斯所讲的话 不能相信 而他们的军人 俄罗斯的军人 从二战到现在 是全世界最没有军纪的 你知道吗 最没有军纪的一个部队 你现在犯下了 他不是战争罪而已 你引起了全世界 所有人的愤怒 所以乌克兰 从现在开始 他的战力再也不像之前 只有挨打 只能打游击战的时分 对的确我们看到 俄军犯下这种惨无人 作为还打死不认 那现在欧美国家 显然应该是会军援升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罗斯是不是要担心了呢 因为我们所了解到 最新的海军上将级的 护卫舰遭到乌军击毁 这艘叫做埃森海军上将号 是传出被乌克兰的 反舰飞弹摧毁 这艘船舰最后一次被看到 就是在黑海 正在起火 这艘价值5亿美元的船舰 传出是被海王星P360的 巡异飞弹击中 将军怎么看这样的状况 显然这个飞弹相当准确 为什么他会知道 这一艘上将号在黑海航行 而且可以精准的命中目标 对这个海军上将号 这个埃森 曾经从舰上发射巡异飞弹 去打奥德萨 所以他这个地面摧毁 所以这个最主要是情报 已经给了乌克兰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 一目了然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在全境的侦查 你看我们可以看 从黑海的地方 RQ4长城无人机 这个空中侦查 把整个的都掌握出来 因为从这个地方到900公里 它这个只要电子信号 2000公里完全一览无疑 范围这么广 2000公里 因为电池信号 尤其是无线 尤其是那个通讯的信号 或者是我们讲到的电池信号 很容易被接收 那雷达信号就比较近了 雷达信号是比较近 他看到它的是什么性质 那侦查范围 整个范围之内的这些 整个涵盖进去 船舰或军事行动都一目了然吗 全部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你看美国它所派的这些飞机 我们可以看 绿色的是RQ4 全球之音无人机 那这个橘红色的地方呢 是RC-135长城战略侦查机 非常清楚的 你看它在这个地方是波兰 在波兰掌握这个全境 因为乌克兰整个的长度的纵深 900公里 所以都在它范围之内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斯洛法克跟匈牙利 只让它过境 斯洛法克跟匈牙利 虽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国 但是它不让他们在 在它的空中上面去做侦查 所以它有通过 通过到什么地方呢 通过到这个地方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在乌克兰的西南方 你看掌握得多清楚 西南方的空域 包括它的全球绿色的 包含它的橘色的是RC-135 看得非常的清楚 掌握了这个 这个我们所说到的 黑海里面 包含攻击奥德萨的 这一个 埃森海军上将号 非常清楚 它的动态 完全掌握了 这种大型船舰是很好辨识的 空中非常就看到 因为这个在罗马尼亚 在空中一飞 它这个我们看的轨迹 飞行的轨迹非常的清楚 距离的这个乌克兰沿岸 15海里 15海里就将近30公里 你看它这个要求的 非常的清楚 就是距离的15海里 贴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 这个地方是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不是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飞温国 所以美国所有的战略侦察机 是没有经过摩尔多瓦上空 没有 从来没有过 所以在黑海上的这个 海军上将号 被掌握了 被掌握了 它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 给乌克兰 相当的精度纬度 直接进去了 可以这个这么的精准 非常精确 然后可以用地 坐标资讯等都给 对 所以可以用地对海 地对舰的飞弹 将精纬度输入 到目标的时候 那个飞弹雷达开启 就追踪到目标 就直接命中了 就是这样 所以情报的掌握 情报战力非常重要 我们从这张图看得出来 那这种飞弹这种船舰 躲都躲不过 躲不过 没办法躲的 船舰它这个 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这个没有办法伪装 它没有办法隐形 你隐形没办法完全隐形 而且它又不是隐形的 一看就 这个就知道传统的 这个是传统的 这个飞弹 飞弹巡逻舰 非常清楚的 一览无疑 情报给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发射地对海的飞弹 起毁 非常清楚 另外我们看了 很有意思的 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的地方 在这个立陶宛 立陶宛这个地方 也是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是 必取要求动动 CX12的高空电子侦察机 它专门在立陶宛 对白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 做勤手掌握 所以它有任务分配 北边的 CX12的 这个算中程的侦察机 这边交给RQ4 跟RC135 还有E3 照兵式的 空中预警机 完全掌握 空中跟地面的动态 南边在黑海的地方 飞的是RQ4 非常久 把整个乌克兰的 你全境的 二军的动态 掌握得非常清楚 把这个情报交给乌克兰 乌克兰对俄军的重点 海上的军舰 或陆上重要的目标 做打击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 为什么每次乌军 都这么的精准 打中俄军 是不是这个原因 完全被这个 完全被这个征搜 这个完全掌握 非常清楚 这个只是 18天的 整个 18天的飞行的轨迹 密密麻麻 你看看 全天后 一天20小时都在飞 这个不只要几百架次了 你看看 换句话说 才18天 你一天最起码是二三十架次 每一架次可以飞 10到15小时 你看可以长 可以长滞空 长流空 整个掌握得非常清楚 我们可以看这个 整个是个包围圈 你看整个半圆形 你这个地方是俄罗斯 跟没办法进入 你整个是包围的 勤收的掌握 只要进入乌克兰境内 应该是都可以征收得到 完全征收到 包含 这个还有阿米提斯 侦察机 专门侦察地面动态 坦克对的 坦克重队的动态 在地面上的行径 阿提米斯都掌握了 阿提米斯也有 阿提米斯的轨机 这个弹黄色的都有 阿米提斯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张表 看出来一朗无疑 那这只是一个战略侦察 手段 还不包括空中还有 我们太空中还有 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都在看 你两个互相比对 人造卫星也看到海军上架号 那所以包括像苏35 昨天被击落 那也是有可能被征收到吗 可能你起飞的时候 雷达看到了 他空中的 这个13我看到 13空中预警机 空中预警机 可以到1000海里 将近1800公里 他这个空中的 都动态的征收 马上掌握出来了 范围这么大 他起飞了 这个动态 如果是有这种 有这种 我们叫勤传的链接的话 如果给了乌军 乌军就知道了 他已经从哪个机场起飞 这个粉红色的这种点 都是俄罗斯的机场 哪个机场起飞 都掌握了 掌握清楚 哪个机场起飞 现在航向多少 然后预计多少时间 可以算得出来 因为这个距离到 乌克兰多远 飞行的速度多快 马上掌握出来 什么时候可以倒入 昨天我们在讨论 苏35为什么他会被击落 为什么这么刚好 在经过哈尔克夫 就被这个乌克兰地面的 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飞弹就把它击落了 对 乌克兰可能已经没有 防空雷达了 因为可能被 二军做摧毁 因为他放电子波 那俄罗斯马上拿反辐射飞弹 或无人机把它摧毁 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空中侦察的动态 非常的清楚 那把这个做勤收分享 勤传给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军队到前线去发射这种飞弹 可以预警 那现在12分钟之后 俄罗斯的飞机可能到达什么地方 它可以电脑会翻炸出来 如果说苏35这么先进战机都能击落 那包括这种船舰 那更是逃不过飞弹 那这个俄罗斯可能就要考虑 你的先进的空军或说什么战舰 你要开过来 都要考虑再三 随时都会被击毁 这个是一览无疑 因为它这个RCA35里面 还有雷达照相 叫做合成孔径雷达 它是只要有金属反应都照得到 你虽然是晚上也照得到 因为你是金属 你金属没有办法 对 这也难怪 这为什么外界好奇 为什么乌军这么的精准 都会掌握俄军的这些动态 包括空军跟海军 那现在也传出 为什么能够打中 这一艘海军上将号 媒体说是海王星P360的巡异飞弹 那这款巡异飞弹 有什么先进的地方 要请教这个运营兄了 这款飞弹好像也是 乌克兰可以自己制作的 这个飞弹吗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要了解到 乌克兰本来是在苏联时期 是俄国的一部分 那他很多的 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就是中国大陆辽宁号 当初是乌克兰造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的军工厂 当初是在乌克兰境内 所以才会我们看到说 他其实他的武器 他本身的军火工业算蛮险 对 而且他的军火工业 等于是当初来 也是供应苏联军队的 所以只是现在因为分开了 之后那变成他就俄国 所以我们看这一次 所以他拥有这种反戒 非常不意外 对 基本上他的技术会跟俄国是类似的 所以当然来讲的话 那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在说 武器装备是类似的 但是俄国人来讲 我相信他某种程度应该是比较 掉以轻心 就是我们包括看之前看到 那个战车弄劲也被打中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就是他认为说 我大概把你乌克兰的正规军力 都大部分都摧毁了 所以我可以大摇大摆在这边 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我海军开过去 你也不晓得 对对对 或是我的武力 会有这种轻敌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一直来讲 他会认为你 你都是打游击战嘛 你现在看到地面都是游击战 所以你会觉得说 那我没有看到你的主力部队在哪里 大家都被我摧毁了 所以我觉得他会有点轻敌的状况 现在俄罗斯针对这些暴行 是不是就不敢承认 这个俄军显然打死不认嘛 他说一切都是乌军 这个用什么活人演员去冒充的 是不是也是担心 因为这样的犯行 会让整个欧洲跳起来 整个欧洲团结起来 然后一致针对俄罗斯 其实曾经引入了所有欧洲的这个国家 那你可以看到 就说你包括这个法国 法国本来跟这个普丁市交情很好嘛 就说每天三不五十就会打电话 联络讯息啊 可是今天这个法国已经驱逐35个 这个驻法国的俄罗斯官员了 外交官 对然后德国也是 我们就看这两个国家 德国因为要从俄罗斯 买天然气跟这个运送天然气到德国去 他占了他这个整个天然气使用了50%以上 但是德国也发表声明 赶走了40个驻德国的时间 德法两国家长70几名外交官 通通赶出去 对你要知道就是说你整个欧洲 在这次打仗里头打的这个就比较软的是德国跟法国嘛 但是你看到这个布查的这个惨案发生之后 最反应最凶的就是德国跟法国 这已经超乎人性可以忍受的一个范围了 那你俄罗斯还不还不承认了 还说你这个是乌克兰 这个叛演员去演的 你以为乌克兰总统是演员 所以他们的演员就可以到处演什么东西吗 后来你去但是你只要去看BBC跟CN 他们就带着观众一步一步的在那个布查的镇上走 你就发觉这个还有卫星图这样一照 根本那些尸体在二军撤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很多人就是地下室死 地下室有很多的死伤 有18个人的 有5个人的 那你就进入民宅了 乌克兰流出来很多影片 你会看到它中央一个十字线 那代表什么 它其实都是武器的瞄准装置 去拍到影片 那我们看到当然就是说 这个其实在乌克兰来讲 它的宣传站上面其实是高于俄罗斯的 因为它我们这些影片 基本上不太敢外流出来 感谢观看